接下來請邱太元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各位全國的同胞們 我們這次的嚴重迫輸傳染性肺炎 也就是俗稱的武漢肺炎的防疫工作 到現在為止 可以說是防疫的工作可牽可點 已經是世界各國 尤其在我們的醫療界所非常肯定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一個奇蹟 我想我們必須全民再繼續來恐固 這樣防治的一個成果 那我們很敬佩國家的努力 也敬佩我們多少在第一線 冒著生命危險 的醫療院所的同仁們 他們的努力 在剛開始物資 還不是奇倍的時候 大家用了很多的方法 來保護自己 來讓病人可以安心的來就診 我們的醫療同仁可以安心的來看病 我們的國家也沒有一容一個時刻來放棄 我們增加了很多的物資 讓我們再慢慢的增強了我們防疫的力量 我相信國家的力量可以帶給我們防疫的工作更加的完整 當然這中間我們全國的民眾的配合 以及我們所有相關產業的配合 真實是令人感動 可以說是我在一月初動員EJ 開始在防治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就呼籲這個工作一定要全民動員 果然我們全民動員 那麼所以更敬佩的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很負責任的來提案 來防治我們的疫情跟紓困 同時來振興未老的產業 我們從2003年的SARS到現在 我們舉起了很多的教訓 在我們醫療體系的建議 我們推動了社區有基礎的醫療體系 讓我們這一次的診所 一兩萬家的診所 堅守在第一線到現在還是沒有退的再堅持 我們在SARS以後 我們的政府也推動了醫學教育的改革 我們從畢業後一般醫學 從以前很專科化 到一個花燒 到我們都不曉得怎麼看的一個醫學教育 這20年來 我們讓所有的醫學系 畢業生 還有包括其他醫師人員的訓練 讓他們能夠有全人 全家全社區照顧的模式 我想這個都是很好的未來的基礎 我相信今天這個法案是非常完整 也是朝野 大家一次共同努力 真的非常令人敬佩 那這裡面相當的周全 各方面都有顧及到 所以請大家全力 來趕快通過行政案 行政案辦的法案 謝謝 謝謝邱委員